KKBOX 成立於2004年 最早開始用雲端技術 來提供合法授權的音樂串流服務 就是我們 因為有唱片公司 創作人 還有音樂界很多夥伴的支持 我們逐漸成為網路用戶 聽音樂的主流 我們相信音樂讓生活更美好 所以我們一直致力於 提供更好的音樂體驗 讓音樂affordable enjoyable accessible 用更容易負擔的價格 透過各種生活情境的device 可以隨時隨地的享受音樂 我們運用Google Play平台 開發了很多新的技術 也獲得優良的表現 在2015年 我們獲得Google Play最佳應用 在2016年 融獲Google Play的最佳人氣應用程式 以及最有趣的應用程式獎 KKBOX 目前的回壓用戶中 有超過一半是Android系統的使用者 所以Android一直是我們的重點研發項目之一 無論是家用的Android TV Chromecaster 還是車用的Android Auto 甚至是穿戴式裝置Android Wave 我們都積極地研發 讓用戶可以在這些裝置中 享受跨平台最適合的體驗 進行地享受音樂服務 我們在2016年的5月 開始採用Google Play所提供的 In-App Dealing 這種App內的付費方式 讓我們的會員 可以用更少的步驟來完成付費 再搭配客製化的一些訊息 可以有效地提升購買的意願 跟其他的付費方式相比 大概減少了50%的考慮時間 也可以更快速地增加 我們KKBOX的付費轉換 我們預期這部分還會繼續成長 我們從2009年開始走向國際 一路拓展到香港、日本和東南亞市場 透過IAB 也讓我們在經營國際商務這一塊 能夠有更彈性的選擇 KKBOX持續在內容、功能機制 平台技術這幾個面向 不斷地加強我們的產品 跟Google Play的合作 讓我們持續提供先進便利的服務 並且整合音樂產業整個Ecosystem 為世界各地的音樂愛好者 可以提供更精彩、更豐富的音樂體驗 我們之後會非常 confioso 分享一番病 我們在經營國際商務的 我們在經營為大家 不斷地集會 我們維持開 我們在前面 可以選擇 我們全部選擇